诚信、经营 任何时候都是事业成功的良方 在别人眼中 我是个做生意的好手 也是个女强人 起初我和爱人经营了一家汽车修理厂 后又创办了燃料科技公司 然而商场如战场 我们使劲浑身解数 最后的结果都是赔钱 那时我们外表光线亮丽 但内心的苦又有谁知 因缘合合之际 我走进了佛门 公文了南摩始祖报身佛的法音 深入学习学佛 什么叫修行 这才如梦初醒 找到之前生意失利的原因 曾经的我自是聪明 但起心动念所读的都是一己私利 为了生意甚至还不惜投机取巧 有了佛法的指引 我和先生重新思考做生意的意义 一是自利 养家糊口满足自己所需 二是利他 帮助别人回馈社会 这两者互相关联缺一不可 考察了市场 我们做起了买卖二手车的生意 前期因资金短缺 只能和他人合伙经营 而合伙人的理念是有事故的车 买卖差价大能挣钱 修复后一般人看不出来 中国人多到死也骗不完 可我们有了前车之鉴 再加上学佛后明信因果 一致反对这种以利为先的理念 自然是道不同不相为谋 与合伙人分道扬镳之后 生意就做得更加艰难 在利欲滚滚的长河中 能否坚定信念 才是最大的考验 这也是对一个佛弟子 能否一教奉行的考验 有了信念上的改变 我们关注的细节也发生了改变 对外每次交易 不管能获取多少利润 我们都认真对待 每一辆车的出与入 为每一位顾客把好品质观 绝不抱侥幸心理 因为我们知道 每一辆车都关乎购车人 和家的安全问题 心中便多了一份责任 力求做到最好 方可安心 同时考虑到买车的费用 占了一个家庭不少的开支 若频繁出问题 购车人必然会非常烦恼 所以在销售时 我们会耐心讲解 用心服务 力求让客户买到满意的车辆 对内我们关注员工所需 绝不拖欠工资 对于积极回应公司理念 努力工作的员工 有一定的奖励 让他们多劳多得 我们还将员工当成自己的亲人 一样去关心 体谅他们的辛苦 肯定他们的付出 改善他们的工作条件 解决他们的生活困难 让员工视公司如家 视工作如自己的事业 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 我们有了稳定的客户群 终于走出了困境 以前我觉得做生意真的很难 现在觉得做生意并不难 靠投机取巧 事业自然难以长期发展 诚信经营积累口碑 还有什么难题呢 学佛前后在生意场上的 不同遭遇 让我感慨不已 世人都说 钱不是万能的 但没有钱 却是万万不能的 人人都喜爱钱 但如何正确获得财富 那就靠勤奋进取行政业 正所谓大道质简 在坚持行政业的前提下 我们的具体经营方针是 自利利他 凭着这四个字 我们不仅看到了自己所需 也看到了他人所求 才能够换位员思考 为客户与员工真诚付出 最终实现了三方共赢 转告若空 编辑月色 我先见到柜子 知道了吗 不会兴趣他